在有毒食品风波越演越累的情况下 对于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水 你还能拥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吗 在台湾有一群团队致力于为大众健康把关 他们从水着手守护人体的根本 过去接触患者就在治疗的过程中 是感觉到一些病症其实不如预期这样 后来他去发现原来他们体内 都收到许多的重心署 把其他化学类 农药参图做一些的污染 所以你即使药给他吃他也是吃不好 没有办法吸收 后来我才去发现到这个时候原来是必须要用水 具有三十多年研究预防医学与抗水老保健经验的立冠冰 在领悟到人体许多病痛都来自于水质不佳的缘故后 便一头栽入研究水的行列 从很多的资讯中我去了解到长寿村的水 为什么长寿村的人为什么会这么长寿 根据这些科学家去研究探讨 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 都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健康呢 没有癌症肿瘤的精心发生呢 后来最后科学家才去发现到原来他们的唯一 就是获得水不同 那就去探讨 看到发现他们的水 第一点非常干净没有污染 第二点对人体有异的微量元素非常丰富 再加上发现他们的水是一种国庆水 在这样的契机下 刘文斌开始带领团队走进火水领域 在台湾深耕经营二十四个年头后 也于今年年初 适逢日本三一而在两周年的时间点上 发表金恩SF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证实能滤镜辐射物质东的进水设备 水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媒介 我们身体里面70%以上都是水 所以如果水它的品质是好的 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品质 那我们在身体里面的水 必须是要是小水分子团 而且水分子必须要排列整齐 所以它能够在身体里面进行非常好的生化以及代谢作用 所以这个台机器它的心脏部位 其实就是在于第三大的金字塔磁化器 无需煮沸的自然水 在经过陶瓷滤芯除去细菌杂质 以及活性碳滤芯消灭异味农药重金属和化学物质之后 最后透过模拟预求磁场结构而成的金字塔磁化器 回归最自然最适合饮用的纯净好水 不自然的东西我们喝进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事实上会产生排斥的现象 那我们最强调就是水里面其实已经具备原有的自然矿物质了 所以我们的水机系统最珍贵的就是能够把坏的滤除掉 把好的原始在水中已经拥有的这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保留在水中 阳光 空气 水是所有生物烂以为生的三大元素 因此秉持改善人类健康与维护地球环境的理念下 团队也将关注眼光投注在生活环境场的品质上 我们生活的空间里面都是电器产品 这些电器产品都会有所谓的电磁波来伤害我们 还有我们空气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自由基 以及让我们产生疲劳的所谓的正电离子 长期在这个不健康的环境之下 我们事实上我们身体的负担是越来越严重的 而且让我们加速了我们的老化 所以我们认为要保持健康 一定要包含到第四项 让环境都变健康 以活水代谢体内毒素补充食物一样 隔绝食化合成的侵害 长保环境空间能量与心灵健康 为五大关键使命的团队 希望推动的就是智慧生活iLife的观念 因为一旦我们拥有了健康 也同等拥抱了幸福 iLife智慧生活 这个i就是intelligent 意思就是智慧 让我们透过智慧 慈悲跟关怀 用反普归真 以及爱的方式 让我们的身心都能够重建 回到健康以及平衡 一群人默默耕耘的身影 撑起来的是友善环境 永续经营的美丽宴镜 或许这也是我们过渡这波 食品安全争议最大的支柱 因为它让我们相信 社会上还是存在着一股 良善的强大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